《新年代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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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有經驗的投資者來說 即使你經驗老到 但未必有時間時刻看著的事 更加不要說要花大量時間做投資分析 即使你身經百戰 但多年來的形形逆逆 都很可能未必能夠 換取理想的投資回報 你有沒有想過 這可能是與投資方法有關呢? 要達到穩定的長線投資增長 靠的是一套紮實而有力的投資分析框架 並不是毫無張法地去做短線頻密炒賣 在FSM1的管理組合中 我們的團隊會透過核心和輔助的投資策略 幫你建構投資組合 比重較大的核心部分 將會按照我們所制定的環球經濟權重 去投資在成熟市場 或者區域營的基金 而比重較小的輔助部分 將會按照我們的研究觀點 投資在範圍較小的單一市場 和單一行業的相關產品 這樣做可以令到我們核心的部分 能夠分散投資在多個 相關係數較低的市場或地區 而輔助部分也都可以投資 我們研究觀點最看好 認為是最具潛力的單一市場或行業 經時間驗證的投資框架 加上嚴守紀律的投資態度 再加上我們的研究觀點 我們相信以上都是能夠 剃造長線投資皆積的致勝之道 在雲雲這麼多個資產類別 和不同的投資市場中 挑選最具潛力的投資項目 本身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更何況還要在海量的投資工具中 挑選最優質的投資產品去做投資 對於公務繁忙的投資者來說 與其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 去做產品的比較和分析的話 倒不如將這麼繁重的工作 交給專業投資者代為操勞 FSM1團隊又合了量化和質化分析 在我們投資範圍裏的不同基金裏 找出最合適的基金 量化分析方面 我們會分析基金的過去表現 包括累計回報和歷年回報 而在我們量化分析模型裏 亦會納入其他影響投資者回報的因素 包括費用比率和抗跌能力 執法分析方面 我們會根據基金的投資風格和投資策略 這些量化模型 未能覆蓋的因素 作進一步分析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會找基金經理作直接的詢問 從而挑選最符合我們投資目標 最適合管理組合的基金作挑選 ETF方面 產品所追蹤的基準指數 是我們的首要考慮目標 去確保ETF能夠達到 我們所希望捕捉的投資機會 對於追蹤同一指數 又或者相似指數的不同的ETF 我們會再作進一步的深入分析 當中我們會比較 ETF的費用比率 資產管理規模 追蹤誤差和流動性等等的因素 都是在比較之列 如果有需要的話 要去再作更加仔細的產品 比較和分析的話 我們都可以直接聯絡這個發行機構 去更加了解產品故中的細緻 亦都相信 這是相對比散戶投資者來說的一大優勢 作為專業投資者的你 有沒有曾經對以下的新聞感到迷惘呢? 聯儲局官員暗示將會收緊貨幣政策 股市下挫 大型權重股企業業績差過預期 拖累公司以及該板塊股價全線下跌 GDP增長意外地萎縮 市場憂慮經濟將陷入衰退 金融市場千變萬化 即使是對有經驗的投資者來說 亦都可能需要一段時間 才可以將信息去消化解讀 甚至乎作出反應 對於本身公布繁忙的投資者 又或者是忙碌的上班族來說 很可能無法即時迅速反應當前市場的狀況 FSM1團隊不僅會和你看著的市 亦都會和你看著的投資組合 我們會每日回顧投資組合 以至持倉的表現 亦都會監測市場的發展和展望 亦都會檢討資產和市場的配置 同時會進行最新基金持倉的動態 我們亦都會每日監測投資限制和約束 亦都會密切監測著投資組合的目標配置 和實際上最新的配置 從而決定比重還原的觸發點 FSM1 助理為市全球投資自負 RMD3 algorithm RMD3 RMD3 感谢观看